就在我的身边 看到了 他真的是没有轮子 那么到底这个车 能不能开呢 现在 我必须先向大家介绍两位特别的嘉宾 他们就是王家的爸爸和王家的妈妈 他这车咋不得轮子呢 他真没见过这样的车 想不想体验一下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一只从小就是一个很有香花的孩子 总是有奇怪的点子冒出来 王家从小就运动了 我们也知道很想起来的才华 现在 起动 真的起来了 上面 感觉怎么样 太生气了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车居然可以悬浮起来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一定很想知道当中的秘密 但是现在 我们先来聊聊关于成都的这个城市 当你想起成都的时候 你的第一印象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大熊猫 变脸 功夫查表演 其实除此之外 成都的地质非常的特别 在这块广毛无边的盆地上面 蕴藏着无数的矿产资源 磁悬球行车 简称悬浮车 它的设计运用了非常超级的尖端科技 巧妙地将地下的矿产资源 转化为它的能量 从而驱动汽车行驶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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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买温馨啊 慢点 从来没见过这个汽车 就好像是在电影都看到了 全买车 有一个功能 是自动驾驶 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 并开启自动导航 导航回家 全买车 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 就是它的安全感应器 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和周围车辆的距离 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 可能发生危险时 汽车就会自动刹车 我真的为我们孩子干了之后 它缺舍越西域这么多